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早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有一位很特别的讲员 他就是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 讲道里面有提到 一个人在大学里面 你会发现神就已经在他身上有呼召 然后神呼召他 神要他转学 转学 他读一个很好的学校 国立大学 但神要他转学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读不一样的科系 然后他就顺服神 结果神要他在那个学校做走岛 所以他走岛了几年 然后这样隔了几年以后 我们在台湾的服饰 就认识了这个学校的校长 这个学校的校长 你会发现这个学校的校长 是个很爱做的基督徒 而且他有好多的什么长 总务长 什么长 什么长 都是基督徒 那我就发现说 那后来我去了今天讲圆的他们的教会服饰的时候 有一次他谈起神要他转学 然后做那个走岛的工作 我才知道原来神一切在他的计划底下 他要这一个孩子 青年人转学来 然后走岛 走岛 走岛 因为神要再借着那个祷告 那个神的灵运行在那个教会 然后开始改变这个 运行在这个学校 神的灵开始运行在这个学校 然后一直改变这个学校 然后兴起本来没有想要当校长的人 神感动他 叫他去竞选校长 然后神感动 神赐给他一些基督徒的很棒的主任 一起来经营建造这个教会 为要得到许许多多的青年人 那所以我就是说 神在我们的一生 我们有时候大学生 不要觉得我还很小 大学生 神已经在你身上 要施展在你身上很重要的计划 你一生的计划 如果你一直顺服神 跟随神 你所做的祷告 啥种 你不知道原来神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个耕耘 然后收割 你会发现你在将来在天上 有这么多人要来谢谢你 是因着你的祷告 以至于我去了那个学校读书 我在那个学校遇见了主 被圣灵充满 所以今天很难得我讲的这一位青年人 他现在他是个牧师 后来神就呼召他 他在大学里面 神就已经呼召他全职的呼召 然后后来毕业以后 他来美国念复勒神学院的宣教系 他非常热心的服侍主 多年来他在教会 最常常传讲的就是与神相遇 还有做神儿子 做神儿子这方面的信息 他现在就是在他爸爸 他爸爸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翁礼君牧师 他在爸爸有几个分堂的 其中一个分堂所负责人 这一次很难得 刚好有机会 他跟他弟弟跟他妈妈 一起来看他外婆 因为他外婆 医生说只剩两个礼拜 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是医生说还是神跟他说 医生说 神也自己跟他外婆讲 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他的见证 我们先请他妈妈 还有他弟弟 还有他叫翁雨庆 还有妈妈 翁师母 还有弟弟 Kaleb 请坐 请坐 他爸爸妈妈好会娶 一个翁雨庆是Joshua 然后老二是Kaleb 这个约书亚跟加勒 这两个得胜者 在他们家 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孝顺父母 而且跟父母同心的侍奉神 非常孝顺 而且非常的爱主 这个家 你会发现 这样一个敬虔爱主的家 是怎么样来的呢 等一下他在信息里面 会有一点提到这方面 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主 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分享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翁雨庆 欧牧师 家人们平安 谢谢江牧师 谢谢米文牧师 能够让我在这边分享 也谢谢牧主的家人们 能够对我敞开心 你知道我每次来牧主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好像回家一样 我上一次来这边的时候 我记得 我就在讲台的这边 然后我就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因为我觉得生的爱 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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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到一种程度 就是所有的困难都不见了 Amen 跟你们朋友说 我们的主耶稣真好 Amen 你知道 年轻人 常常会发生一件 很真实的事情 就是 他的信任系统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我这个世代 还我以下的这个世代 在现在的主流媒体里面 常会破坏我们 跟父母亲之间 跟代与代之间的信任关系 所以 当我爸爸在服侍神的时候 我爸爸是一个 很爱主的人 然后在台湾也建立教会 但是 当他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的立志就是成为 台湾第一的流氓 然后我爸就很头痛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孩 出现在我的家庭里面 我记得 我爸在建立教会的时候 在一个小房间有主日学 然后外面是会堂 然后我就躺在里面这样 哇 聚会赶快结束啊 然后旁边的弟兄姐妹就问我说 你不是牧师的小孩 你怎么躺在地上啊 我说 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要躺在地上 那这真的是一个 我妈妈跟我爸妈那时候 对我真的很头痛 那但是 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国中开始 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是谁 然后我就试图去找一些东西 然后那时候 哇 我很喜欢读两个人的历史事迹 就是史达林跟希特勒 我说 哇 这两个人影响全世界 实在太厉害了 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所以请 那个年轻人们请不要学习 你知道 那我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就发现 因为我进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那我就发现我都追不上别人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念书的方式就是 考试前一天在念书 然后国中的课业我都还好 可是到了高中呢 就不行了 那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怎么都追不上别人 好可怜 好惨 然后去追女朋友 就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我就怀疑说 我自己是不是太胖 太瘦 或是眼睛哪里有问题 或是长得不够怎么样 不符合现在的潮流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头发没有中分 是不是 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到了高三的时候 我大概高中 后来真的交一个女朋友 可是她后来就把我甩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世界好黑暗 我的世界是黑暗的 我再也没有人爱我了 再也不会有人接纳我了 再也不会有人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我也不会 以后不会有老婆了 那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就发生一件事情 但是我妈很心痛 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经历 就是我就吞了一堆安眠药自杀 我就觉得 因为我觉得人生 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就 我就去药房 我就跟那个阿姨说 阿姨啊 我要帮我妈买一个 睡觉的药 然后就买了一堆 然后待会 走在路上 拿了一瓶空的水 全部吞下去 吃掉了 然后可是吃掉之后 突然间就好像 神就 神就很清楚的 开始跟我讲话了 旁边就是一个 撒旦的声音 跟我讲说 哈哈 你死掉了 明天就可以去见耶稣了 这是这么棒的事情 我鼓励你赶快去 然后另外一边说 不行不行 你生命的计划 就这样毁掉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上天堂 这样也很快啊 可是我突然间 这个声音在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是个谎言 然后我就 我就赶快跟我妈妈讲说 妈妈我突然间对安眠药 你赶快带我去灌肠 所以就 但是你知道 在哥林多后书 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对不起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面亡之人的人 为于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 却为神的大能 我以前总是 我以前在国高中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读书 因为我想要找人生的方向 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在读各种不同的书 读了读 一大堆读了 脑袋塞满了知识 然后我去研究佛家 去研究道家 我就想说 是不是有个人生方向 可以在我生命里面出现 可是我却发现 原来是 真实的得救是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 我们生命的救主 然后开始跟神 有一个很深的亲密关系 那我在高中三年级 我自杀 到大学的时候 我考上大学 还是不错的大学 可是我又觉得 自己比不过别人 我就想要再自杀一次 所以有一次在 那时候我的宿舍在 好像八九楼还是几楼 我忘记了 我就决定说 我的人生 再一次又没盼望了 虽然遇见了神 可是我就觉得 人生再一次没盼望了 所以我就走到阳台 走走走走 跳下去应该一了百了了 然后我就准备要跳下去 下面怎么一群野狗 很凶的 好像准备要把我吃掉的样子 我说说哇 跳下去 可是死无全尸啊 还要被狗咬得乱七八糟 我不要这样的 我不要这样的 跳下去又痛了算了 还要被野狗吃掉 这样子我家人看到不是都吓死了 然后我就回去 我说主啊 你在哪里 我要遇见你 我要遇见你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 我就说 汪里军的牧师 那我爸叫汪里军 我说汪里军的神啊 因为救援里面都亚伯拉和以赛雅各的神嘛 我就学他 汪里军的神啊 你来救我吧 我需要你 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什么都没发生 我说 这个神好像没有回应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很无奈的 可是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我一个学长学姐跟我说 诶 语庆啊 我们来请你吃饭好不好 我说 好啦 我肚子很饿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吃饭了 然后吃一吃就很沮丧 跟他们分享说 我的人生好惨啊 好完蛋啊 他们也没有什么表情 就说 等一下我带你去教会 我说 好啦 你请我吃饭 我就跟你去吧 然后结果我就 那时候 那天晚上是祷告会 然后我就走进去 然后神一个很深的 爱的同在 就充满在我身上 我眼泪就一直流 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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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流眼泪 我不懂为什么 原来神的爱是真的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打给我爸说 诶 爸爸 我爸说 干嘛 干嘛 你发生什么事 我说 你先不要讲话 我遇见了耶稣了 我遇见了耶稣了 我遇见了耶稣 我现在知道圣灵是真的了 我就想说 哇 那种真实感 那种满足感 开始在我心里面爆发出来 以前我觉得 我爸服侍神 是一种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每次要跟同学介绍说 同学说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就说 我不想讲他是牧师 因为别人都是公司老板 别人都是什么主管 为什么我爸就要当牧师 一个什么钱都没有的职业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神的丰盛 充满在这个服事里面 阿们 后来我的 在 我这样子 我脑袋这样子的时候 可是神就在那天晚上 把我彻底的翻转过来 然后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 跟我的母亲的关系 开始恢复了 我记得那个礼拜天的 聚会完之后 我被神的爱很大的充满 在地上哭泣 我就打给我妈 我说妈 然后我就哭了 妈 妈 我妈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因为那时候台湾很流行 那个诈骗集团 就是那个 你接到电话会 突然间来 妈 然后我妈就说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说妈妈 我决定要全职服事了 我妈就傻 傻眼说 我决定要全职服事 我觉得我被神呼召了 我再也没有回头的路了 从那天开始 我就发现 我的人生被更新了 我的人生开始 真的有一点 有一点意义存在了 我一直很渴望 能够成为一个 影响一个世代的人 影响这个 影响 影响我周围的人 让他们能够 do something 做一点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 直到我遇见了耶稣开始 然后那时候 我跟妈妈 跟父亲的关系 都开始恢复了 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始带导 那这就是刚刚 姜妈妈所分享的 就是我在中正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 为学校行走祷告 我就是会 走走走 走倒 走倒 后来 走倒走倒 在这种程度 我就发现 我跟神的关系 好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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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发现 我对神的爱 开始越来越浓厚 越来越浓厚 越来越浓厚 后来 Jason骂牧师 他来台湾分享 然后他又激发了 我里面一个 很大的爱火 我说原来爱主 原来男生 是可以当心腹的 原来男生 是可以当心腹的 他说 你们是心腹战士 不要觉得心腹 是女生的事情 因为我 从好到来 我觉得 如果你讲到心腹 一定是姐妹 觉得跟弟兄没有关系 弟兄就是另外一种 世界的人类 那没想到 我就遇到了 遇到了Jason骂牧师 他就跟我讲说 心腹是可以 弟兄们也是心腹战士 你可以对神表达 你极胜的爱 我就每天开始说 耶稣我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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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这样祷告 后来我有一天 有一天我教会的传道 跟我讲说 Joshua 我们在 我们在有个田那边 我在那个大学 是很多凤梨田 然后我们在那个凤梨田那边 我们要找个地方 租下来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教会 然后我就去祷告 去祷告 我就在行走祷告 走到走到走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领受了一个 神就开始跟我讲一件事情 孩子你要去到列国 你要为我去到列国 我说主啊 我在一个凤梨田旁边 一个农村 你叫我去到列国 我说这个不合理啊 但是神就跟我说 你要去到列国 你要为列国祷告 我就开始不管了 夏卡爸爸 主啊 我就为列国 祷告 然后对着田 一堆凤梨大喊 主啊 带我们去到列国 列国要认识你的荣耀 我就开始这样大喊 大喊 一支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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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果后来 后来接下来 好几年当中 我后来被转到 那个台北的大学 然后我就开始 帮许多牧师翻译 接下来开始去到 许多国宣教 然后真的 开始去到了列国 我前阵子才从印尼回来 我用英文对当地人讲道 可是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 神在十年前跟我讲的东西 竟然一直在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 家人们 我们常常觉得神的话 神的作为是词言的 我们可能一直在持续的寻求 可是没有门开 可是我鼓励各位 你要持续的去敲门 因为你扣门一定开门 你寻求的一定寻见 只是时间是在阿爸的手里面 可是当他要做的时候 就好像五七七九年一样 是suddenly 是突然间开始去做 弟兄姐妹 我深深相信在五七七九年 教会要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在这个世代里面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要兴起来 承接这个 好像前面的人跑了一段路 现在年轻的一代要承接起来 继续为主来奔跑 继续来使神的家人的关系 在这个世代发热发亮 Amen 从那个时候 我的代祷生活 开始更深遇见神的时候 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对人的标准非常的高 我就觉得说 基督徒一定要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你一定要读完全部的圣经 几十遍才行 然后你要 你服侍主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定的态度 像个军人一样 然后你绝对不可以犯错 你犯错就不是好的基督徒 但是我那时候我发现 我就一直对人有这样的标准 但是同时间在我里面发生一场内战 就是我好自卑 我对比我弱小的人 我的要求好高 可是对比我那个厉害的人 我就不敢跟他来往 那我就发现我到底 我就一直问说 主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就发现原来是我的核心价值出了问题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 好像小儿子流浪在外面一样回来 可是我却 我回到家了 可是我却带着一个小儿子的身份 好像我不论带敬拜 带着神的同在多深 旁边人跟我讲什么 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很差 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然后那时候我脑袋 我那时候我常常看镜子说 你这个胖子 可是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现在 但是那时候我常常对我说 你这个胖子 真的不行 我觉得你真的 哇你的脸太圆了 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小啊 为什么不像那个帅哥一样 眼睛这么亮 像那韩剧里面那种 那个欧巴那种的 我就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总是要 总是要跟人家比较 我比得到自己都好累啊 然后有时候我看我弟 我弟怎么那么瘦 那么高那么帅 我都没有像他一样 我好可怜啊 我每一天都活在智联里面 当我在敬拜的时候 神的同在 神的爱好深的时候 我却在一个智联里面 我说神的同在已经很强 然后大家都会哭泣的时候 我还在那边 哇一定是 他们一定是装的 就谎言好多好多在我里面 哇你一定是那个 你一定是你旁边人比较厉害 神的同在比较强 这样一直带下来 这种冲突 这种内战 在我里面一直发生 但是对比我软弱的人 我常常给人家极大的高标准 一直一直 一直给他高标准 然后甚至好像到 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但是我甚至 我后来被神带到 父乐去念书的时候 我就发生 那时候我在祷告 我说主啊 求你在学校兴起祷告 兴起真实与神相遇的地方 后来我在学校正中央 开始了跟几个人 开始一个祷告会 后来那个运动 那个祷告运动 开始蔓延到整个学校 但是我里面却发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内战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别的国家来的人 我不属于美国这个地方 我也不属于 我也不属于这个群体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那我所以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没有回 我就觉得说 我没办法用英文祷告 所以我不配得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当我有一天听到一个人说 啊 那个这个祷告会的创始人 是某某某的时候我就重伤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都没有宣扬我的名 那我说怎么都没有辨认出我来呢 然后我就开始充满一个极度的自卑 越来越后面 越退越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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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 我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原本我是华人团契的主席 我就自动把它放弃掉 我连这个祷告会也放弃掉了 那后来我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奇怪 为什么我里面的内战 这个核心价值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来自于耶稣基督 昨天敏文牧师跟我交通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让我很印象好深的话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的定义是来自于什么 买属我们的人 这个人定一个 你今天 我昨天看的那个 一个很好笑的电影 叫做Ralph 那个中文叫无敌破坏王 就那个卡通 那个手很大 什么都要破坏的一个 它里面 他们在eBay上竞标 明明就是一个两百块的东西 他们用两万七千零 五十块 两万七千零一块买了 那个方向盘 在他们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有这种疯子 做这种事情呢 然后后来神就透过那个跟我讲一句话 就是 在他们眼中 这个东西的价值就是这样子 在我的眼中 你的价值 是我用我的儿子买回来的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是 你的 你实在太宝贵了 Amen Amen 家人们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移民到 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可能是 是有障碍的 可是弟兄姐妹 你的语言有障碍 你的 不管你的样子或什么有障碍 或是你的表达有障碍 这个无法断绝 神在你生命中的身份跟命定 因为你是他 重价买赎回来的 在这个地方 你注定发挥出 神儿子跟女儿的影响力 不在乎你的高研大志 不在乎你的 你的才能有多么杰出 真正最重要的是 你最核心的价值是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女儿 我们一起说 我是神的儿子 我的价值就是神的儿子 Amen 当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你明白你是神的儿子 你走到那里都带着极大的 对这个黑暗国度的破坏力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在 江妈妈刚提到 我在那个学校走岛 后来我从中正大学 被神迹骑射到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每一天都行走祷告 每一天都行走祷告 祷告到一种程度 但是那时候内战还在持续 但是我却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必须要竭力的 进入大儿子的身份 儿子的身份里面 我必须要成为神的儿子 站在这个破口中 因为神如此的 重价的买赎我回来 神如此的引导我到这里来 那一定有它极深极大的意义 Amen 所以后来我就在学校走岛 我就走岛走岛走岛 我说主啊 你在这个学校兴起 和你心意的领袖 和你掌权 能够去带领这个学校 归向你的一个人 拜托请你兴起 我没有看到 可是 我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异梦 神就在那个梦里面告诉我说 在这个学校会兴起 极大敬拜的声音 会兴起极大荣耀主的声音 结果在我毕业 大概三四年之后 有一间很大的教会 每一周主日就开始在那边聚会 神就告诉我说 孩子你看到你祷告的果效了吗 你要知道 你的祷告在我的里面 是算术的 Amen 跟你朋友说 你的祷告是非常算术的 Amen 后来 但是当我在 当时我的心里面的内战 还是在持续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 小儿子的身份 甚至到我开始被案例成传道的时候 我都觉得 真的是怎么 我完全不配得这些东西 我完全不适合来服侍主 我完全不能够来服侍主 不管我 不管我各方面 可能都别人说 你好棒 可是对我来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找不到我自己是谁 但是神却一直好爱我 祂就一直push我 一直带领我 一直牵引着我 要让我走上这条路 那我心里面 同时也有一半是 哇 主啊我好爱你 我全然地跟随你 我不怕任何的困难 我就是要全然地跟随你 但是有另外一部分 却是我完全不配得 我不配得跟随你 我不是你好的孩子 我是一个坏孩子 我是一个不行的人 别人都比我好 你干嘛选择我 在这个内战在我里面 一直在持续 一直在持续 昨天米文牧师跟我聊的时候 他也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很多时候 不只是在一个 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我们心里面是这样 甚至在公司里面 我们也是发生同样的状况 你很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你的主管 要你去训练某一个人 然后可能里面就开始有个声音说 这个人是要取代你的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 仇敌一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想尽办法把你的身份抢夺走 想尽办法告诉你说 你不行你不能 你绝对做不到 你不是一个好爸爸 你不是一个好妈妈 你不是一个好儿子 你不是一个好女儿 有好多种不同的控告 然后仇敌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一旦你相信他的时候 他接下来开始跟你讲说 alternative 就是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 或许你嫁给这个人比较好 或许你娶那个人比较好 或许我保持 我不要在灰影里面比较好 或许我在别的里面 我会做更好 弟兄姐妹 太多的或许 变成了仇敌侵入我们里面 我们的核心价值系统的借口 弟兄姐妹 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情 跟你妈妈说你要小心了 当你在服侍主的时候 这些事情一直在持续发生 当我自己在经历这些的时候 确实在发生 这个冲突到真的很严重 但是我们一起来念 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祂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听在这边 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 没有被赎 我们的基督徒是一半被赎 一半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我刚被圣灵充满 我就很热心的回到教会里面 我就说主啊我好爱你啊 然后结果有个牧师 我祷告主啊让他不要脚踏两条船 主啊我不是很爱你吗 为什么我脚踏两条船 后来这个牧师对我说的话 我就发现为什么了 原来是我里面的内战 原来是我里面这个两个世界 一直不停地打 一直不停地打 随着我越服侍神 越经历神 然后我从传道被安立成牧师 他里面的内战就更严重了 我发现这段事情真的是好可怕 但是当我开始 进入到内在生活里面的时候 我开始更深地去等候神的时候 我开始更深地被神爱掠夺走的时候 这里面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对我来说那好真实 弟兄姐妹 家人们 去年五月的爱火燃烧特会 我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我们来的每一个 我们来的每一个传道师母 我们是从第一天早上开始 一直哭哭哭哭到聚会结束 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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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爱很深地在恢复我们的里面 但是对我来说 神爱不只是恢复了我 而且我在那个爱火燃烧里面 神一直跟我讲说 你是我的孩子 不要一直控告你自己 把那个控告挪走吧 你是我的孩子 你知道第一天聚会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 我不知道金白团是谁 他说 说那个牧师传道可以上来跳舞 那时候我说 我不要 我太胖 跳起来不好看 其实跳起来蛮可爱 然后我就在这边 我记得我就是这位这边 跟金白团一起跳舞 我记得在这边有个姐妹 她一直跟我讲说 你来啊 你来啊 然后我就说 假装在跳舞 可是越在越旁边 越在旁边 然后那时候我的心态就是 站到旁边最好没有人看到我 是不是这边有个什么都可以 把自己藏起来最好 然后在后面跳就好了 这样子也是一个先知性的敬拜 不要看到我最好 可是越跳的时候 我就越开始有一个大喜乐 从我里面爆发出来 我边跳边哭 不知道台上照不出来 可是我的眼泪就一直喷 一直边跳边喷 像汗一样边喷来喷去 我说 主啊 你怎么怎么爱我 主啊 原来你是这样的接纳我 我说主啊 你好真实 我真的 真的从来没有 我 那个心里面的内战 在那一天 它开始进入到结束 从那一天开始 我发现 我回去每天都在听 这二诗加速的记忆节 然后学那个小一张 我就每天都在跳 然后我就每天带着童工在那边跳 有自己宣告这是加速的记忆节 在我们身里面 我们要加速的恢复神儿子的身份 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 就是 我说主啊 我不管我要 我要为你而跳 我要为你而进入神 要去明白耶稣基督为我死 我要恢复那个神儿子的价值 跟身份才行 当我越开始把焦点 回到耶稣的身上 回到神爱的身上的时候 我的价值开始被恢复了 那时候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被 我爸爸跟我讲说 我跟我爸讨论说 我需要接下一间 正在经历了许多分裂的教会 然后我就说 我那时候心里面充满了犹豫 因为我觉得 我好年轻 不适合接教会 我好年轻 我里面充满了各种谎言 告诉我说 我好年轻 怎么样怎么样 不能接教会 不能做这个 你不能那个 你不能这个 然后我想说 哇 你要当一个教会的 负责的 或是主任牧师 你就要跟那些 比你年长的牧者来往 所以你就要穿着得体 然后表现合宜 然后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你要说 牧师好 然后要假装自己懂 很懂什么这样 所以牧师在聊天的时候 你要觉得说 让大家觉得 你什么都懂 那我好有压力啊 因为每个牧师 都是五六十岁以上 然后都是圣经根基超后 我这个 我就想说 我这个小虾米 我这个人生 就是个小虾米 虽然长得圆圆的 很可爱 很有亲和力 可是 可是好像还是不行啊 我觉得我自己不可以啊 但是阿爸父就一直跟我讲说 来 孩子 我要带你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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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感谢主 我接下这个教会 有百分之六十的弟兄姐妹 都是五六十岁以上 然后我想说 我一个三十四岁的小孩 他们的孩子都跟我同年 然后我每个礼拜要在台上 对他们讲道 所以其实我每个礼拜 一开始刚接下那个教会的时候 我每一天 我每个礼拜天都很有压力 因为我觉得我两个小时过了 就是好像那个柳万花明又一村了 就每次讲道都充满了压力 然后里面边讲道的时候 虽然有神的同在 哇 讲道很火热 可是里面都在尖叫 啊 我不要讲道啊 救命啊 我不知道怎么讲道啊 救命啊 然后每个礼拜都好像被赶鸭子上架一样 然后只要开始要 一听到这个礼拜是自己要讲道的时候 我就从礼拜 我就礼拜 就从礼拜二开始拉肚子 睡不好 吃不好 然后充满了焦虑跟慌乱 我说 哎呀呀 拜托啊 主啊 你怜悯我吧 你带我出黑暗 入光明吧 我就每个礼拜都这样祷告 只要是我分享 我就这样祷告 然后可是在台上就是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然后可是里面 啊 救命啊 其实我这几年来讲到 你们都在呼喊尖叫 跟你们说不要害怕 神真的很爱你 但是当我开始 当我在爱火燃烧的时候 我真的被神的爱点燃之后 我发现我回去讲到 里面就开始不害怕了 我开始发现我里面 充满着神的平安跟喜乐 我只想把喜乐大声地 分享给每一个人 我只想跟你说 主好爱你啊 主真的是好喜悦你啊 你真的看起来好棒好荣美啊 就好像我看台下 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家人一样 我说哇 你们真的是有够帅有够美的 阿们 不管你年龄几岁都很美很帅 但是我又发现 我越操练内在生活 越开始 越开始去听一些回家的信息 然后我就发现说 原来我发现一个缺乏的关键 是什么了 就是一个家人的关系 那时候 我前年的时候 我带了很多的 那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 我把他们训练像一支 超强的军队一样 然后对他们要求极度严格 然后我弟兄跟我说 哇 你这群人真的是很凶猛啊 然后去到哪里 哇 服事都很厉害 可是到处就瓦解了 我就问神说 主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在做你的工作吗 直到我在爱火燃烧完之后 接着回家去后我才明白 我甚至跟我同工在那个之前讲说 我们再也不要在教会里面 叫彼此家人了 因为我们只是 我们不是家人 然后我就心里面受伤到 我不敢在关系里面 跟弟兄姐妹有更深的关系了 但是在爱火燃烧完之后 我就进入到 开始明白家人的重要性 家人的关系必须成型在教会里面 因为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彼此相爱 世人才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是主的门徒 这讲到的是一个真实家人的关系 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 家人的关系是如此重要 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弟兄姐妹 家人跟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家人 同行的关系的时候 这会结出一个极美的果子 我们的父也因此得了荣耀 而且世人要看见 原来家是这样子的 原来家是如此的真实 家要成型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领受 我就开始跟我同工 开始进入到家人同行里面 我不再叫他们说 某某某 我们开始彼此弟兄 彼此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成这样子 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关系里面 他的事情是我的事情 我的事情是他的事情 我很喜欢马蒂娜牧师上个礼拜讲 他说家人同行要 就是要为他多走那条路 我都已经没有时间 还为他再多走那条路摆上吗 但是家人同行的关系真的是如此 当我们要跟一个人成为家人的时候 你必须多走那一里路才行 我开始意识到 为什么初代教会是 讲到罗马人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帮他背背包 还要多走一里路 为什么在多走这一里路的当中 那一个罗马人可能就接受耶稣基督 因为他被爱到了 他觉得你干嘛要为我做这些 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 他真实的经历到了天父的爱 我们是在建立天父爱的家 我们是在回到天父爱的家里面 在教会里面这是很真实的 我过去的募会是用高标准的方式来募会 可是当我明白回家 我们是要回到天父爱的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原来是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原来是一个很真实的关系 而不是只有在台上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要很严肃的 要很庄重的这种方式 而不是 而是就好像我今天在跟你们讲到 不是讲到是在谈心 而是在分享一个经历 而是在分享一个人生当中突破的事情 然后这个真实 开始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时候 我这个教会就开始进入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翻转里面 所有的事工 它开始自动的开始接上轨道 所有最难的地方都开始被恢复 然后甚至是原本这个教会 欠在欠的一塌糊涂 后来就开始慢慢回到正常里面 我就发现家人同行的 带出来的影响力是如此的真实 是如此的直接 跟你旁边说很直接 真的很直接 直接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我就发现 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看到那些阿姨们 我再也不害怕了 因为我以前看到五六十岁以上的阿姨 我会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妈妈一样 我不害怕我妈妈 可是我就说 是不是他们人生经历比我雄厚 我跟他讲话 他们也说 哇 这个小朋友跟我讲人生大道理啊 可是不是 我就发现 当然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分享 是真实的 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其实我现在在这个教会 我都是用这个方式来进入一个家人 就是用家人同行的真实里面 但是我谈一下我肉身的家 就是我跟我的外婆 我跟我的外婆 我妈妈从小 在她小时候 她被送去当童养戏 在那个童养戏就是 她被送去 就是别人家里面 然后长大之后 要成为那个家儿子的太太 那我就发现 那时候我外婆把她送出去 我妈妈 小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她在那个家 她被虐待 直到有一天 我的外公发现 我的妈妈被 被好像 就好像一个 就好像一只宠物一样 被绑起来在那边 就是被 就是很惨 都吃不饱 喝不饱 穿不暖 在那边 人家吃饭的时候 她都没有饭吃 的状况的时候 我外公赶快把她救回来 可是在 就是那段时间 我的外婆外公 他们开始接触到了基督教 他们开始去了教会 那我跟我的外婆 我这次飞来美国 是要去来找我外婆 我的外婆 跟我们的关系 是不亲的 因为在 因为这是我们 华人社会里面 一直以来的一个状况 就是重男轻女 所以女生 就好像是嫁出去 泼出去的水一样 对他们 对老一辈的很多人来说 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外婆 跟我们的关系 自动是很不亲 是很远的 可是当我们这个家 开始被神的爱 一直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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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恢复 一直恢复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就好爱我的外婆 我好爱我的外婆 那时候我在南加州念书的时候 我常常开车来北加州去看她 她就住在Fremont 我常常过来看她 我说外婆 外婆你好吗 外婆我们爱你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的关系 开始很深的建立 家妈妈问我说 问我跟我弟弟说 你们一听到你外婆 要准备要离开了 要回天家了 你们怎么第一个跑过来啊 你们是从小被外婆养到大的吗 我跟我弟两个对抗 她说不是 而是在主的爱里面 这个关系变得比肉身的家人还真实 弟兄姐妹 在我的外婆的生命里面 她这一辈子都做一件事情 她来美国 她只做两件事情 就是读经跟祷告 每一天读经 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读经 每一天祷告 然后祷告到那种程度 那种神在她身上的生命 跟同在 好生好生好生 也就是借着这一条路 我们重新的能够做真实的家人 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的家人 是很真实的 可能比你肉身的家人更真实 你可能在教会里面 你在是一个很喜乐 很平安 充满的家人同心 充满彼此相爱里面的事情 可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你可能面临到是 一波又一波的纷争 争战 各种不同的东西 可是我们跟我的外婆 却从这当中走出来 开始恢复 进入到真实的 肉身的 天上地下连结的 家人的关系里面 我外婆她即将要离世了 但是在她的房间里面 充满着神的荣耀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你会在那边 你会感觉到 神的极大的平安跟同在 就在那边 在那个地方 你会知道就是 那个地方是 天上跟地下相通的地方 我觉得在那边的时候 我妈妈就问我外婆说 妈妈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天使跟耶稣吗 她说 她知道神要来接她走了 但是我们里面 不是带着忧伤 我们是带着极大的喜乐 我们是带着一个 好像我们就是特地 来飞来美国 要送走一个神的将领 是好像以利亚 准备要升天一样 那个感动 我们来这边 要去抓住 这个以利亚 所传承下来的恩高 弟兄姐妹 这是真实的家人同行 这是真实的 肉身的家人 被恢复的时候 所展现出来的样子 当我开始 当我开始明白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真实的发现 原来教会的生活 也就是这样这么真实 是真实家人的关系 跟同工之间 是家人的关系 从原本极大的要求 说你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子 变成 我爱你 你爱我 好棒 然后我们顾念彼此的需要 个人不单顾彼此的事情 而是顾别人的事情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家人们 我相信在这个季节里面 它不只是一个加速的季节 它是一个神 祂即将彰显 祂荣耀在这个世代的季节 教会的光芒 要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世代 发出一个极大的亮光 我台湾最近过了公投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叫做神迹 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 甚至很多 在我们祷告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可能会过不了 很多人都信心已经没了 可是神就动了一个极大的工作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翻转了一个原本不可翻转的状况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道 现今许多在台湾的 那个牧者跟牧者之间的联导会里面 他们都开始彼此家人同行 他们是不只是家人同行 而且你去到今天很多联导会里面 他们是不单顾自己的事情 他们说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全部来帮助你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个世代唯有家人同行 才能够带领你穿过一切的困难 冲破一切的银垒 Amen 我跟你分享这个 我去年拖子 去接下这个教会有多困难 我带领我原本牧养的教会 弟兄姐妹去了这个教会 结果又分裂了一大群 从原本看起来很有盼望 到没有盼望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政府又来说 你们这个十字架不合建筑法 要全部都拆掉 然后我们说没有讨论空间吗 他说没有 除非你把这整个刀demolish掉 才有可能 我说主啊 我们连十字架招牌都被拆了 那下一个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 结果接下来我们就被一些抗议分子 因为公投过缘故 所以被抗议分子围住了教会 我说主啊 我现今只有三四岁 为什么我要去面对 这应该是比较那种资深的 那种五六十岁的牧师 看起来很有威严 很和蔼可亲的那种牧师 还有带着很强大的团队去面对的 可是主啊为什么你要选我啊 为什么你要选我去面对这些事情啊 其实中哥很好笑 我就跟他讲说 我跟他迅速的情况说 哎哟 你这个 你怎么什么都碰到了 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什么 你怎么别人 可能好几十年间遇到东西 你一年间全部都遇到了 然后教会瀕临破产 然后破产的压力 然后从政府来的压力 然后内部牧养的压力 还有各方面所有最困难的事情 都发生在我这一年的牧养当中 我说主啊你真的好爱我啊 我说主啊你真的好爱我 我是真的真心的觉得 我说主啊好爱我 主啊你真的是看得起我 你真的是 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公社老板 你会用一个人 一个人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表示你知道这个人的能力是如何 你会知道这个人的capability是如何 所以你会派遣那个 你最厉害的那个人去做最难的事情 可能那个人不这样认为 可是你 可是 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 你会知道 这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能力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然后所以我们阿爸就是这样看我们 他知道我们可以 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可以 可是当我们开始去真实的进入 家人同仙关系 真实进入神的爱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的心意连在一起了 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这就是神的真实 神的真实比我们所看到的摸到的东西 还要真实的许多 当我在年尾在跟同工们回顾 这整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我们到底是怎么过去的 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我就觉得说 哇主啊 要扛这么多的压力 要扛这么多的东西 换做是 我就用第三人真告诉你 哇这个人应该崩溃了吧 那可是没有 我却越来越喜乐 每过一关就觉得 哇阿爸父你真的是好真实 好奇妙 好棒哦 越来越觉得 哇就觉得阿爸你真的是好美丽 好真实太真实了 越来越有信心去面对 越来越有信心去走上每一条 这好像看起来最艰难的路 所以家人们 跟你们旁边说 我们的神是很大的神 我很喜欢约书亚他的经历 他走了一条向来未曾走过的路 他走了一条过去 过去以色列百姓未曾想过的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可是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情 可是他却站在了那个河边 他却站在河边 他遇见了神 他跟神真实的遇见了 他带着极大心 上去去赢得了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是不可能被打下来的 可是有人很多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耶利哥城是几乎是融化的 那个城墙是融化瓦解 这样胖下来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弟兄姐妹 神在5779年 祂要行极大的事 在基督在整个世界当中 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 在你肉身的家人当中 Amen 很多时候我们去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家人到底能不能得救 可是弟兄姐妹 能不能得救不是在于你 是在于我们的神 祂说了什么话 祂说一人信主 全家就要怎么了 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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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弟兄姐妹 你可能今天坐在这边 你的家人没来教会 他可能在家里面发生许多的事情 可是当你举起你儿子跟女儿的位分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事情就要开始改变 事情就要开始翻转 Amen 这是属于我们的季节要来到了 Amen 当我在为台湾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到了 神做了这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我真的相信 在整个环境里面 台湾要起来会变成一个亮光 要起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 宅心地曾经远远台湾这个地方 会充满的可能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巴仙的基督徒 我知道这个季节要来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要来了 可是神在遍地在找寻什么呢 一群儿子跟女儿 一群家人 像个家人彼此连结的关系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去迎接这个世代极大的收割 我们如果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收割 会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割就是那一点啊 你怎么割就是这一点啊 你能力就算强你割的就是那一点而已 但是你没办法迎接极大的收割 唯有家人跟家人之间 像这样子彼此连在一起 那个收割那个网子才会大 那个网子才有力量 弟兄姐妹 跟朋友们说 我跟你要一起去收割 神的时间在这个季节已经要来了 一个极大的复兴的潮流 要开始蔓延到整个华人世界里面的弟兄姐妹 有许多的下一代隐藏的基督徒们 要开始被兴起了 但是弟兄姐妹 他们需要属灵的爸爸妈妈 他们需要属灵的遮盖在上面 当我开始认识江妈妈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就好像一个极大的遮盖开始来到我里面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人遮盖 我跟我妈妈很好 可是我从来没有真实的感觉到 这样子被盖起来过 这样子有安全感过 这样子好像 好像他在为我们 为下一代鼓掌说 赶快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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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我这个世代是一个 缺乏identity的世代 缺乏自我认同的世代 自我价值的世代 这个世代被恢复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有许多人必须要回应神的呼召 起来进入到属灵父母亲的关系里面 起来进入到家人的关系里面 你们必须要成为下一代的遮盖 兴起他们起来 让他们在神的爱里面 在你的遮盖里面 在你的爱里面 同行的去迎战这个世代 所面临到极大的黑暗 这个世代真的非常黑暗 很黑暗很黑暗 到一种程度是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国中的时候 我们班上已经 我们班上有四五十个人 有百分之六十的家庭都是离婚的 在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 现在是更剧烈的了 我到了国中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听到有许多人 已经在未婚怀孕了 所以台湾的堕胎率跟离婚率 几乎都是世界第一名的 仇敌 撒旦魔鬼想尽办法 再摧毁这个世代 在摧 你知道 耶稣降生的时候 这个西里王做了什么事情 他发一道命令 杀掉所有的小孩 魔鬼知道一个世代要复兴的时候 他就先发自人 开始去杀害 偷窃 毁坏家庭 开始去把那些原本应该要出生 去影响一个世代的生命 直接夺走了 可是 可是 神他很渴望 在这个当中 要有人起来 要有人起来去对抗 要有人起来 举起祷告的手 要去把这些孩子们纳入保护里面 弟兄姐妹跟你旁边说这就是你了 没有别人 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起来 成为别人的属灵父母亲 否则这个事态是真实的在黑暗里面 他们走不出来 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心里面充满了激动 我好想要哭 因为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们渴望回到家里面 可是他们没有路回来 所以神的儿子们 神的 这些属灵父母亲 必须要兴起来 能够去来迎接他们回到家里面 就好像那个父亲 一直在预备预备预备一个程度 让小儿子能够走回来一样 Amen 这是真实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起来恢复一个 恢复到 进入到我们的身份里面 否则你面临到的一个世代 是即将要loss掉的世代 即将要没有的世代 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了 他们在外面已经乱七八糟了 他们没办法 不知道这些是谁 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 竟然有一个 二三十出头的妈妈 带着一个十六岁的小孩 去医院 去诊所 去堕胎 她说 医生说你为什么 你不是三个月前才来过吗 她说 我的女儿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个世代已经变成这样了 但是 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就是有许多的年轻的人 他们在找回家的路 我过去这几年 一直在牧养一些年轻人们 那些有吸毒的 有在夜店泡的 然后而且生活很混乱的 可是当你带领他们 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 他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 他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 不要觉得你自己 不能够去牧养那些 看起来好像是 一群在夜店里面的人 弟兄姐妹 你可以成为改变他们生命 让他们成为 引导他们回家的那个人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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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敬拜团上来 弟兄姐妹 神在这个世代 在找寻一群人 祂在找寻一群 愿意成为 带领人回到天父爱的家里面来的人 祂在找寻一群 能够成为光的人 祂在找寻一群 愿意为主在 不可能的破口上站立的人 弟兄姐妹 这个人是你 神在这个世代 祂的眼目遍查全地 祂渴望去找寻一群 能够站在破口当中的人 当我飞来美国的时候 我回到我外婆的家的时候 你知道我外婆 我的外公他以前是一个 他这样形容 你的外公是一个 开着船出去 然后去镇子 然后带着一堆钱回来的人 然后这什么意思 海盗 但是 神却用了这个家 从这个家里面诞生出来 我们现今我们家里面 只要是我们这个家里面 每一个都在教会服事 在这个家里面 包含我爸这边 我们至少有 有四个牧师 然后几乎 一大堆人都在教会里面 带敬拜 在服事神 弟兄姐妹 他们在 我们在改变这个世代 但是 我们必须要能够起来 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核心价值被恢复了之后呢 你必须要进入你的呼召跟命定 你必须要进入你的呼召跟命定 当你不回应你的呼召跟命定的时候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回应的结果是 Lost掉有许多的人就这样子 他们就掉入黑暗里面了 他们就不见了 他们可能就做了一个错误决定 把小孩拿掉了 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在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一件事情就是 神要使牧主的家人们 起来在这个世代里面 成为属灵的父母亲 成为属灵的父母亲 这个世代一直在找 找真实的identity 他们会透过夜生活 他们会透过甚至是很多线上游戏 去找自己是谁 很多人就沉溺在电动的世界里面 他们出不来 但是你知道他们不是不愿意出来 而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敢出来 他们没有一个手伸出来说 孩子我带你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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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加油你可以的 孩子加油你可以的 弟兄姐妹 在今天这个中午的时间 我相信神他有一个 一个带领在我们当中就是 他要邀请你来成为属灵父母 我知道有些人你已经回应神的呼召了 可是弟兄姐妹 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愿意成为属灵父母亲的 我邀请你 能够起来成为属灵的父母亲 我的妈妈她以前常常为我祷告 就是当我在 立志成为大流氓的时候 当我立志在 当我在外面 在夜店里面 不是夜店 是网咖里面晃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 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 我不太相信你这个状 你这个人 但是我非常相信 神在里面会做伟大的事情 会做大事 祂要把你救回来 然后后来 我一直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不可能 只等到我真的遇见神那个开始 我突然间发现 原来是我的妈妈 为我这么多的祷告 到那一天 圣灵可以工作了 砰 下来 反转了一个人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为主做大事情 我们要来为主做 有影响力的事情 可是真实的影响力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在哪里 在你成为一个人的 在你成为一个祷告 为一个人的祷告 为一个人的摆上 把当作你的家人 一直不停地为他祷告 不停地为他祷告 我直到幕会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有多少的日夜 晚上我没有办法睡觉 我说主啊 求你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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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拯救他的生命 我就看到有许多吸毒的年轻人 他回到了神的面前 我看到许多生活混乱的年轻人 他回到神的面前 主啊 我说主啊 主啊 他们是如此的需要你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做家人 可是我知道说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起码可以做个开始 Amen Amen 神要使 牧主教会 牧主的家人们 你们在接下来不只做属灵父母亲 你们也要起来去 成为这世代的一个covering 不要小看 人数的 人数永远都不会是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可是 不要小看能力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里面内脏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在信心里面 跨越出去 跨越出去 再跨越出去的人 当 我必须要去 那时候我就发现 我必须要去面对政府的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面对债务的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面对教会所有难处的事情 大小行政 乱七八糟 一大堆事情的时候 我每一步我就说 主啊 我带着 我进入到信心里面 我相信 我进入到信心里面 我相信 我进入到信心里面 我相信 弟兄姐妹 做父母亲 必须要冒险 约书亚 他走的是向来未曾走过的路 可是他却必 他却必须要鼓起一个 他需要跟神求一个勇气 但他自己也要有个地上跟天上的勇气 要对应在一起 然后跨进去 当他跨进去的时候 他看到了神的作为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 当你跨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的作为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你会看到阿爸父极大的同在 就临到那个地方 来转化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准备要 神开始有准备爆发在华人世界的季节 Amen 弟兄姐妹 神要开始使华人世界的宗教会 开始进入到极大的翻转里面 要成为这世界里面 过去是西方世界影响力 现在在亚洲的光要照着前所未有的亮 现今如果你去印尼的教会 你会发现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去牧养许多的穆斯林的孩子了 他们开始把影响力渗透到每个角落去了 弟兄姐妹 这个季节已经要来了 这个季节已经要来了 Amen 但是这个季节 在同样一件事情就是 神在等待那一群愿意 起来做父母亲的人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 我们把我们眼睛闭上 我们请敬拜团能够有点音乐 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首先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起来成为你周围人的家人 在教会里面 家人同行的关系是真实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肉身的家人 也可以成为家人同行的真实 就好像这一次我到美国来 我在我的外婆里面 虽然我们是疏远的 可是在主里面却恢复了关系 成为真实的家人 甚至比肉身的家人的感情 还好上百倍 那种爱已经不用言语来形容了 是已经在灵里面爆发出来了 但是这一种爱 却在这个世代里面可以带下医治跟突破 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属灵父母亲的 如果你也渴望你的肉身的家人 你能够像教会里面有家人同行的关系里面的时候的人 弟兄姐妹 我邀请你 你可以走到台前来 你有一段时间到神面前来 我邀请你不要害怕地走到台前来 我邀请你走到前面来 如果你愿意起来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 如果你愿意起来 更多地带着一个信心 使你的家人 你愿意渴望神 让你能够使用你成为你肉身的家人里面的一个祝福 而且不只是祝福而已 你要看到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家人同行的人 我邀请你走到台前来 神在遍地在寻找一群人 我相信有一些事情正在我们当中正在酝酿 一个爆发 一个属灵的爆发要开始发生在我们当中 但是这个世代呢 他们一直在找寻愿意做爸爸妈妈带他们回家的人 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愿意成为引导他们回家的人 我也邀请你到台前来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与神相遇一个真实的时刻 阿爸的心意是如此的真实的在这里 他渴望有一群人起来 兴起来成为引导那些孩子们回家的 他说孩子孩子 那些孩子们在外面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家 可是你要成为哪一个带领他们回家的人 哈利路亚 就好像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回家一样 我的牧者们带我回家一样 如果没有他们 我知道我的这一生完蛋了 我不是死掉 要不然就去做一个流氓了 但是神却用透过这些属灵爸爸妈妈 我肉身爸爸妈妈的爱 保护回来带领我 甚至到有一天我开始能够去传讲神的话 能够去影响下一个世代的人一样 我渴望成为那个带领人回家的人 弟兄姐妹 你渴望成为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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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回应神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我渴望成为这样的人